东部决斯坦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多年来从事农牧业的800户哈萨克人在城市化的名义下被安置住进楼房 图决斯坦新闻网援引中国媒体报道称 800多户哈萨克做农牧民住进小区搬进楼房 告别了世代延细的游牧生活 当局声称政府将哈萨克斯坦人安置在阿尔泰建立的小区 旨在拯救人民免疫原始生活和贫困 根据报道在2011至2020年期间 东突决斯坦将有76万多名牧民月下马碑过上定居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 被安置在楼房的哈萨克人被迫接受汉语和法律知识教育 社交媒体推特及脸书捉一接连宣布封锁其平台上的大量账号 两家社交媒体巨头说 这些账号散播关于香港示威的假信息 推特停用了936个账号 因他们散播虚假信息 目的是损害香港政治运动的合理性 推特还表示 上述证号是中国官方支持的咨询站的一部分 脸书则移出了多个页面群组合账号 这些账号同样被指涉及散播关于香港的假新闻 美国最近测试了根据中程和力量条约兼用的导弹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声明说 美国国防部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尼古拉斯岛上 测试了一种传统的结构化陆基巡航导弹 经测试的导弹从解移动发射器出来后 经过500多公里的飞行并准确的击撞目标 该声明在实验中获得的数据称 它将有助于中型导弹的研制 法国总统伊曼诺尔马克龙回答有关 叙利亚问题的提问时表示 正如在索期停火协议中所要求的 需要在伊德利布继续停火 俄罗斯总统弗拉杰米尔普京说 俄罗斯支持叙利亚军队在伊德利 打击恐怖分子的努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马克龙在联合发布会上表示 他和普京将举行会晤 讨论乌克兰伊朗和叙利亚议题 在乌克兰问题上 他希望在未来几周内 以诺曼迪格式举行峰会 正在芬兰访问的伊朗外长扎里夫 在谈及美伊关系时表示 伊朗没有兴趣和美国就新的 伊核协议开展对话 扎里夫当天在与芬兰外长 哈维斯托会谈后 举行的发布会上说 伊朗签署伊核协议时 已经明确表达合作意愿 即便美国后来单方面退出协议 伊朗也仍继续遵守协议条款 扎里夫说 对话的窗口正在关闭 但是如果还有斡旋的机会 首先应把美国烂会采判桌上来